最近有一套房子 虽然租房市场是非常火热的 我们竟然6个礼拜没有租出去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失败 大家好 我是Wonder Property Management的Monica 我们公司主要管理奥特曼地区的Residential Property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这是一个公寓在中区的Ponsonby Grayland这个大区 然后这个房子它是一个 整个楼大概有接近八九十套公寓 这个公寓是在三楼 但是这个楼相对比较老了一些 但是它在三楼而且是没有电梯的 这个房子确实是我们在签的时候 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毕竟是PonsonbyGrayland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它有前后两个车位 我们觉得not a problem 然后我们一开始打广告是打 它就是一房 然后打了五百八十五一周 然后其实来看房子的房客是很多的 但最后都是没有成功 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家具 连whiteware连洗衣机 烘干机这些东西都没有 然后房客就觉得 你又没有电梯 我要扛这些东西上三楼 他们就觉得非常麻烦 所以最后这个房子就是非常遗憾的 房东就收回去了 我们本来也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可能像这样的房子 同时有一个房子 我们公司在出租是在Ponsonby的 它也是三楼就这么巧 但是它全部带家具 然后租的是六百块钱一个礼拜 只有一个车位 另外一个竟然还有两个车位 所以它有家具 然后房子稍微新一点 然后租金也更高 但是很快就租出去了 所以在这些小的细节方面 也许市场是很好的 但是当你房子稍微成就一点 然后又没有电梯 然后又没有家具的时候 房客不是很感兴趣 这个是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谢谢大家